怎么样提升Wordpress的网站加载速度 什么样的Wordpress缓存插件最好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 Wordpress新手入门系列视频教程 我是主角人Jack 在这个教程中 我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叫做WP Rocket 就是Wordpress火箭这一款插件 这款插件它只有一个使命 就是它可以 让你的Wordpress的网站 提升大幅度的加载速度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提升网站的加载速度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网站加载越快 它的这个用户体验就越好 用户体验越好的话呢 你的这个网站在谷歌上的排名就会越高 从而你可以吸引那种海外客户 就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结论就是网站加载速度越快 就等于你会有越多流量和客户 从而可以赚更加多钱 就这么简单粗暴 我们不讲虚的 在这个教程中 我们继续用我们自己 Wordpress花园官网 我们自己运营的一个网站 就是这个 猫咪产品的这款网站 来做一个测试 这个网站呢 没有装任何插件 我们可以先大家看一眼后台 看一眼后台 我们是很诚实的 就是我们有什么东西 给大家展示出来一览无余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免费的看这个免费的教程 就可以成长 这样子先看一下我们后台 我们是没有任何缓存插件的对不对 你看这个这些都是插件 大家可以看一眼 没有一个是缓存插件 那这样子的 Wordpress网站呢 如果我们 我们复制链接 如果我们在谷歌上测试 用一个Google 呃 Page Speed Test 这个是个谷歌官方的一个测试 数据的一个 叫做Page Speed Insights 这个工具 它是可以测试一个网站的一个速度的 那我们现在分析 那这是谷歌官方的网站 是第三方 非常客观公正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 呃 弄虚做假的一个事情 你看他这里讲说 新变化 什么网页性能 提供反馈 关于Page Speed 这个是官方的一些内容 它有些文档 大家可以感兴趣看一下 但是我们呢 就只用关注一点 它是用来做网站测试的 现在正在 正在分析我们这个首页中 也有把这个 看 26分 可怕吗 我们这个网站 因为没有装任何插件 我们在移动端是26分 很惨对不对 然后他有各种问题 我们的Page Index Speed Index 要15.4秒 哇可怕哦 然后我们这个 Total Block Time 要570毫秒 你看 网站在加载过程中 一直都是空白 直到后面才慢慢出现一些 摆设的 它这里还可以说很多 建议什么图片大小啊 什么合适的这个图片 什么什么样的 一大堆这种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就暂时不讲 反正呢我们只用懂 一个数值就是在移动端 我们是26分 在桌面设备呢 我们稍微好一点 是64分 但是也是挺糟糕的 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呢 它这里告诉你呢 你要到90到100分呢 你的网站才算合格 那如果是在50到89的话 就算是OK这样子 哦好 这时候呢 我们在我们这个插件的后台 这个网站的后台 这里我们添加插件 使用我们这个正版的 WPROCKY这个插件 这是个付费插件 它需要就是 你要先去购买 去官网 去这个插件官网 购买 在这个地方收不到的 所以你购买完之后 你会可以这样安装一下 购买地址很简单 在我们木头的插原 这个地方 营销工具 就是WPROCKY插件 缓存插件就是这个界面了 这个界面点这个按钮 就可以购买了 或者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下 或者你记住 我们这个Wordpress外言的官网 就是Wordpy.com wp-rocky-rockt 这个地址也就是这个页面 这时候呢 如果说你去了他们官网 就是购买完之后 你可以获得这个安装包 然后就可以激活 我们现在简单的 做一个这个激活的过程 同时呢 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插件有什么作用 基本上它是非常简单的 你安装完这个Rookie这个火箭插件之后呢 简单的配置就可以让你的WordPress网站提速 就简单粗暴 它非常好用 跟着我们就这一节课的教程 就可以学会了 只要10分钟 大家可以开始计时 是不是10分钟就可以搞定 那这款插件有什么功能呢 第一它可以创建页面缓存 页面缓存大家都知道就是 因为WordPress是PHP PHP是个动态的一个 一个程序 所以我们要创建前缓存 比如说HTN这种静态的 静态的会比动态的就加载快一点 所以它这个WordPress这个插件 会帮你的WordPress创建静态页面 这时候我们安装完了 我们要做点简单的设置 我现在我这里呢 大家要迅速做一点简单的设置 在边做过程中就边 因为它自己会稍微花点时间来缓存 所以我们之后会继续讲解这个功能 不要着急 还问你是不是让你这个 它的插件收集你的网站的数据 那基本上我就让它收集就好了 无所谓也不重要 它这里还有一些新的功能 什么有CDN那巴拉巴拉的 这个CDN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不用这一款插件的CDN 因为这个也不重要先关掉 我们直接带大家讲重要的事情 好我们先带大家讲 第一个做什么 第一个先做这个Catch 就是缓存 那以后会讲到的 这里呢 separate cache file for mobile devices 就是勾选这个为 呃这个叫做为 手机版创建单独的单独的缓存 这个是enable caching for login user 就是 这个网站后台登录的客户 它是否要激活缓存 这个最好不要激活 因为你作为管理员 你看到缓存的话 那你做的一些页面改变 就会看不到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要激活 这些点保存 第一个板块 只用勾对就好了 就这样子啊 然后保存 我们继续讲 第二个板块 Fire Optimiza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是第一个是CS文件 CSS是样式文件 大家如果说不懂什么CS 无所谓 只要按照我的顺序勾 点下这里 然后点下这个勾选 然后再点下 这里呢 那意思是说优化CS文件的意思 然后再优化啊 这样子勾选 然后JQuery文件 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 你也可以先勾 因为有问题了 我们就再单独专门 这一块是最容易出问题 大家注意看 JavaScript这个文件 最容易出问题的 因为它是一个脚本 就是互动脚本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你的网站弹出框啊 或者说一些啊 幻灯片 这个是跟JavaScript是有关的 我们的默认的都先勾选 好不好 勾选完之后看这个媒体 媒体这里的话 它这直接就无脑勾啊 继续勾 这是优化图片 优化什么什么这样子的 然后呢 它能这里不能够算了 我们继续勾啊 继续勾这个地方 embed 就是内嵌 然后这个web wpcaching 距离已经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勾起来心里没点 没关系 出了问题 再重新把它取消勾选就OK 这里我们给大家展示都是 我们觉得是之前勾过的 这个preload呢 就是预夹 预夹载 一会儿也会讲到 这里呢 我们用了这个 yours SAO插件 我们也都勾选啊 我们去叙述过一遍 叙述过一遍 就是preload link 全部都预夹载 预夹载 到后面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 我现在很期待给大家看到我们之后 看看它速度有多快啊 飞 就是飞快飞快的感觉 现在呢 继续看 advice 这个地方直接跳过啊 跳过 betabase 直接跳过 不要改这东西 这里改的话你会很麻烦 cdm不碰 hardbeat hardbeat你可以考虑勾载 但是我建议也不要 也不要考虑啊 也不要动 其实到后面都ok的 后面也都可以不用动 我们直接就跳过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讲说 让你refresh to see progress 它正在re加载 你的网页preload 就是预夹载的意思嘛 我们刷新一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 就回到这个dashboard这里 看它在干什么 它这里讲了 你有20个页面 正在预夹载 这时候呢 如果说你不放心 还可以点击下这里 点击下这个clear catch 就是轻缓存的意思 我们先点击下clear catch 我们先轻一下缓存 这时候呢 这个网站需要一点时间 它正在加载嘛 那时候我们之后 它加载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网页中 之后回来 看到我们官网这里 它讲了说预夹载 怎么要预夹载呢 就说 它这里呢 这个wprocket 它会模拟搜索引擎的方式 来加载你的网页 这样子的话呢 就从而 从而就可以是 生成更加多的一些 静态页面 因为静态页面 是要经过 至少是被访问一次之后 它才会生成的 那如果说你永远不访问的话 它永远不会被生成 所以我们这里会 模拟访问 即便是没有人访问的话 我们都模拟 至少访问一次 这样子它就会有 预夹载页面 这样子的话就多了个缓存 它对谷歌搜索引擎 是非常有好处的 静态压缩文件 大家前面也看到了 就是4S跟Jolarscript 还有HTML 这样的文件 是可以静态压缩的 因为如果你不压缩的话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就是你的文件 就是非常多 那这个页面 我们还没有刷新 因为你看注意看 如果你刷新的话 就会出现 这是老的页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老的页面的话 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这里 大家看不到了 也无所谓 我这个评论结果 我这里就不刷新 我这里不占 就是会保持它的原样 稍后的话 给大家一个对比就好了 我们先继续讲一下 图片一样化的话 就是可以让你的图片加载 有个缆加载 Lazy Low的那个功能 就是可以让你的网站 不要因为图片尺寸过大而影响 加载速度 最后一个优势就是 它不用写代码 全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都是通过勾选的方式来 让这个配置后台把它做完的 现在呢 它正在慢慢的一些 preload就是在预加载中 我们去刷新一下 看有没有加载完 那现在开始都generate 然后这里讲说全部都搞定了 这里绿色的preload has been cached 这时候 如果说我们在打开 google page speed的这个事情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前后的差异有多少 大家要注意就是 保证这个 你看说 pay speed test 页面速度测试的意思 然后点击这个google developer 好还是这个页面 还是我们那个网址 我们这时候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粘贴 一样的snowing kitty这个网站 好点击分析 你看那个分析速度继续 就慢慢分析 我们继续讲一下这个 还有什么优势 其实呢 像我前面讲的一样 这个网站你只要是 你的worldpress网站 其实只要安装了这个插件之后 你的会吸引流量 从海外客户来 在你的网站上下单 那么这一款软件 就是这个插件 其实被很多著名的 worldpress网站使用 所以这时候他们的 产品的客户 这都是你海外的 那大牌的客户 这里我其实也不知道 大家估计也不认识 但无所谓 还有一些人 外国人在讲 他说啊 这人都多么好 这样子 反正呢 你如果说 看一下我们这个分数 哎 33分 看到吗 这个插件 呃 这个手机端呢 它还是有点慢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眼 这个电脑桌面端 有已经开始80分了 看到没有 这里是64分了 现在变成80分了 我们看还有什么 其他问题要做 他说缩转服务器响应时间 这个估计要加个cdn 预加载请求 啊 Page 它这里有个Page Low 估计让你预加载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刷新 要看一下这个页面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你看 咚 直接刷新好快啊 其实 这个PageSpeed 它这里还有个 移除未使用的css 它这里哪里讲说是未使用的 这个其实已经使用了 看 你的css 它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个 缓存压缩的文件 看到了吗 剩下的问题呢 它已经处理到很多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缩转服务器响应时间 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在刷新 因为前面可能可能是没有 还没有产生缓存啊 因为时间太短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勾选 咚咚咚 我们访问一下 你看这个是我直接打开这个网页的速度 还是很还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首次作为一个无痕浏览的一个环境下 打开这个网页的速度 那如果说我已经是访问过一次的人了 我在刷新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刷一下多久 咚 就立刻就打开了 看到没有很快 刷新 你看 这里直接打开一点 咚 直接 超级快 看到了吗 这就是所谓的缓存 当然谷歌这里呢 它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是会需要在服务端 特别是这个缩短服务器响应时间 这个是服务器的事情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叫做网站它本身软件的事情了 我们再重新分析一下 看看会怎么改变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优化的那个操作 但是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相比我们之前的版本它已经是有优化的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一款WP Rocky这个插件啊 这个加速缓存插件它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帮助网站提速 而且呢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我们实际一个测试 哎 现在开始分数又涨了一点了 变成44了 之前还还 之前我们就是这个移动端呢 才26 一下子翻了一倍44分 当然啦 移动端还 还有 还是有一些其他7788的 比如说larges 移动端的优化是不能靠这个单纯是缓存的插件 还要需要以前代码的修改 因为你的图片基本上会偏大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桌面设备 哎 开箭片又多了一分 又81分 看到没有 这个数值是明显的 明显大幅度的增加了 那这时候有人说 哎 我想变成90分100分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那怎么变呢 这个的话我们要需要一些就是 其他方面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那个测试 那我们现在不仅看这个谷歌的这个 我们看其他研测试软件 就是我比如说 我简单讲 website page test 大家如果说对外贸 比较 速度就是 对外贸速度 网站速度 关心的话 其实大家知道这两款 这两款GTMAX 和这个Pindon 这两个测试软件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两款软件 对我们的分数打开是多少 的一个测试 我们现在是以美国 Washington DC 大家都测试一下 这样子 就说 世界上有三个做网站测试的平台 一个是Google Pagespeed Inside 这个是Google Google官方的 然后这两个呢 是第三方的 那么相对来讲 Google官方是最严格 所以呢 你的网站基本上的这个都是分数挺低的 就真的是相对来讲会 基本上你有70分以上 你说明你的网站是很OK的 那么我们这个网站 那在缓存之前是64分就非常不OK 对不对 那看一下 哇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GTMAX居然给到了我们A级看到了吗 这个是因为它这一款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测量 但是呢这个A级我们页面加来说的还是4.1秒 那可以吧 这整个是 而且我们总体的这个Pagesize 就说页面的这个文件大小才1.49MB而已 这个呢就是我前面讲的叫做 这里叫做看一下 图片优化这样子还有一些文件压缩的一个那个好处 它其他呢 就还有反正大家看到是绿色的都是超级高分的 大家你可以把你的网站放到这个GTMAX上面看有多少分 我估计是挺低的估计可能C啊B啊这样子的 那看这个Pindong Pindong还是给出了93分的高分 哇2.2B然后1.23秒这样子 所以呢 大家如果看到这个谷歌统计分数稍微有点偏低 但是不要灰心 因为他们太严格 真的超级严格 但是这两个第三方的软件 其实相对来讲客观一点 所以这个你能过 过到就是得到A 其实说明了很不错的一个粉数这样子 真的很好喝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是用我们这个真实的网站 给大家看了一下我们用过这个插件的一个功能 哎呀糟糕我点到下面去了 这节课呢就是用了一下我们这个插件的一个功能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试一下 通过我们这个网站这里点击这个地方 就去试用一下这个插件 如果觉得好的话就用一下 然后希望你的网站可以跟我们自己Wordpress花园 其他客户的网站一样快哦 那好这节课就到此为止 我们关注我们Wordpress花园 我们下集课再聊一些其他 Wordpress网站有话的一些故事 那好我们拜拜